娱乐中心综合报道现年53岁的香港女星袁永宜 张志玲结婚22年 两人是娱乐圈有名的模范夫妻 而过去袁永宜在节目上坦诚 自己曾经被虚荣 闭双眼 当过富商的小三 节目播出后引起轩然 播 她也因此被贴上了包养的标签 如今多年过 在提起这件事时 袁永宜忍不住红了眼眶 袁永 左与张志玲又结婚23年 育友一子 图翻设字微博圆 仪曾在节目录育有约中谈到 自己过去爱上衣 已婚负伤后 被虚荣蒙蔽了双眼 完全看不到对 已经有老婆 只是没想到这一席话竟被观众无放大 为袁永宜招来许多骂名 不仅她被贴上包 标签 就连老公张志玲也受到舆论波及 如今多 过去 袁永宜再度于 鲁玉有约一日行提及这件 忍不住落泪 坦言自己很后悔分享了这么私密 是 对于老公受到波及她感到很抱歉 张志玲則 力挺袁永宜 表示自己完全不介意老婆的过往 掉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犯错的时候 谈到当时 包养风波 袁永宜忍不住哽咽 图翻设字微博源 以1990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后进入娱乐圈 并在1994万1995年 别以心不了情 金之玉叶连续两年夺得香港电金像奖影后宝座 演技实力备受肯定 然而 袁永帅真 直爽的个性 导致她得罪不少人 她也自曝得罪成龙而遭到封杀 据悉 袁永宜在24岁时宇成合作电影霹雳火 霹雳火拍完后 追求完美的成 想让袁永宜参加后续的配音工作 结果被袁永断然拒绝这个要求 成龙一气之下向导演协会 诉 导致袁永宜再也接不到邀约 最后袁永宜是 破转战小荧幕 接连拍摄了花木兰 方谬神探才 露头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